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龙吗? 虎哥以前在茶余饭后聊天的时候 经常问朋友这个问题 而他们给出的答案都出奇的一致 只有两个字 不信 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肯定 他们大多数 龙这个东西就是幻想出来的 谁会把它当真呢? 从那以后 虎哥就很少再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别人会把你当作另类 说得好听 夸你是奇思妙想 和有想象力的鞋盖青年 说得难听 就是搞风险民性 牛鬼奢侈的社会败类 虎哥在上个视频就提到过 现在主流的研究 都是拉起科学的大旗 完全认定龙是不存在的 认定龙只是虚构出来的图腾标志 或者艺术加工出来的幻想物 而这种骄傲自大的科学主义 其实就是一种催眠 是一种高级的民性 让人们失去对未知事物的求知与探索的欲望 所以维特克斯坦说 科学是让人沉睡的路径 也不无道理 虎哥一直觉得 科学的根本是一种自由探索的精神 而不是束缚我们思想的牢笼 如果某种号称为科学的东西 开始打压人们自由思想的时候 那么它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所以如果真要对龙的存在与否 做严谨的科学分析 我们就必须地犯下那种长久以来 坏有的科学的傲慢和迷智自信 正是那些真实存在的经验事实和文献资料 对那些未知的东西 要以一种更广的视野 更多的包容和更深的敬畏 去大胆地猜想 小心地求证 好吧 说了这么多 开始切入今天的正题吧 虎哥就开门见山 先大胆猜想一下 然后再用材料来求证 虎哥猜想 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生物 而且是一个与鳄鱼 巨蛇蜥蜴等等 有着根本性不同的物种 为论证这个猜想 我给出三个方面的理由 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地看完 哪个地方说得不对 欢迎大家来拍砖啊 当然最好能够下手温柔一点吧 虎哥做个视频也不容易啊 是不是 在这之前 别忘了点击视频下方的 订阅按钮和开启小铃铛 好吧 咱们开始吧 首先呢 龙的存在有着考古学上的依据 目前为止 虽然没有通过考古 直接发现遗海和生活遗迹 但是在越来越多的 考古事物中可以看到 相似特征的龙的形象 早已出现在非常远古人类的描绘之中 从而可以间接地说明 龙的形象似乎有食物作为依据 并不是古人凭空虚构出来的产物 1994年 在辽宁省的查海遗址 发现了一条有着8000年历史的 石堆素龙 这条巨大的龙 是原始部落的先民们 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荔烟 堆叠而成 全长19.7米 龙的头部 最宽的地方有2米 沾着大口仰着头 弯着身子攻着背 非常地宽野有没有 在这个遗址中 还出土了龙纹陶变 这些也具备了中国古代龙形象的 一些基本特征 如果大家觉得这石头堆出来的龙 长得太抽象 不太具体 虎哥也可以理解 毕竟虎哥自己看了半天 也觉得这东西有点随意 可以想象出很多东西来嘛 但你千万不要灰心 顺路过来参观一下河南省浦阳市的 仰勺文化遗址 在1987年 这里发掘出了一个有着6500多年的墓葬 发现用半壳金星百速的龙虎图案 这个图案非常清新和直观 最为惊奇的是 半龙的形态 同后代常见的画龙非常相似 也是马首、蛇身、鹰爪 而当时我们知道 政治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统治时期 他们又没有见过后人所画的龙 为何能堆积出这么一条 张牙舞爪的龙呢? 要知道那个时期的人 都是直面自然而生活 思维基本上是对自然实物的一种 界面反应 这似乎说明 蝎民们当时的生活中 就存在这种形态的龙 或者说 他们至少曾经见过这种龙 而且见过之后 让他们印象深刻 更何况 左侧半虎的形貌 跟现实生活中的老虎 几乎完全相同 并无任何夸张之处 那么为什么 唯独右侧的半龙 就应该是一种抽象的图屯符号 而非现实存在的生物呢? 另外 虎哥在上一个视频也说了 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和经文中 龙字显然是一个象形字 其基本的形状是一种身体较长 能像蛇那样弯曲扭动 后面拖着个长尾巴的爬虫的动物 它的头部比较大 头上有脚 身上有时还画有鳞片和背起 而研究表明 古文字中有关动物的名词 几乎都是象形字 都是反映古人当时所看到的真实动物 比如虎豹熊 马鹿羊 龟蛇蛙之类 莫不如此 如果说龙的形象 并不存在于现实当中 那么 作为象形文字的龙 又该如何解释呢? 与之类似另外一个常被提及的 就是十二生肖 据考证十二生肖的格局 至少在汉代以前就一定行 比如说在东汉人王冲的论痕以及研读篇中 十二生肖的动物就跟我们今天的完全一样 如果龙只是古人幻想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十二生肖里面除了龙 其余的都是活生生存在的动物呢? 古人为何要偏偏插入这么一个 纯属虚构 像龙这样的怪物呢? 第二个龙存在的依据 就是大量的古籍文献记录 老总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 其中有大量记载古人跟龙打过交道的事 不仅是无数次见过龙 而且在一段历史时期还豢养过龙 比如说 具有很高正式权威性的左传记载 在远古的某个时期 龙是可以被幻养的动物 春秋时精通天文地理的史观 蔡末就曾经用一段很长的话 比较详细地描述了 关于幻龙育龙二世的缘起 大概能得到一些细节 比如说 龙从很早的时候起 就是一种稀有的动物 平时很不容易找到 因而既不能定期捕捉 也不能大批饲养 而从传说中的地顺时代起 直到夏王朝到孔甲为止 起大约从公元前的22世纪 到公元前的18世纪 曾经出现过一批 以幻龙为业的专门人才 但是幻龙术在当时 就是一门难度非常高的记忆 其传说的方式 也主要是在血统关系内部进行 我们听过幻养猪 幻养牛和马 古人中竟然有人能幻养龙 很神奇吧 感觉如果把这段神奇的历史 写不小说 应该是非常吸引人的吧 对于这种似乎不可思议的事 一向对那些光怪陆里的上古传说 持审慎态度的司马迁老先生 也没有否定孔甲续龙这一世的密实真实性 他在史记下本记中关于幻龙式的记载 跟左传中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同 只是后来 懂得龙的习性 并且能够思维他们的家族手艺 逐渐消失 因此能变得越来越罕见 所以到了孔甲丹下朝国郡的时候 偶然获得了两条坠龙之后 想找到一个幻龙高手都找不到 唉 有点可惜啊 除此之外呢 无论正史也史 对剑龙事件的记录 那就太多了 据马小新在《龙一种未明的生物》一书中所说 他从古代史记、笔记、地方志中 搜集了大量汉卫人质的记载 经过他的统计 从汉到隋的806年间 剑龙记载多达108次 隋坛以后更是数不胜数 即使非常谨慎地去掉其中可能的汗水量 比如明显的夸张 出于欠强附会的讨好国君 混淆龙卷风的自然现象等等之类 仍有大量的记录表明 在中国各地 都不断有人与龙面对面地打过交道 算起来频率至少十几年就有一次 而且那么多不同的古籍 基本上对龙的习性、特征 以及坠龙场景的描述 都出奇的一致 比如说龙一般都具有 身残、涉水和飞腾的基本特性 而他们一般都在冬天的时候潜入水底 到了夏季开始飞腾 而那些关于坠龙事件 一般都发生在大雨即将到来的炎炎夏日 然后一旦坠地便不能行走 虚弱无力 而一旦大雨来临 便能够飞腾而去 神秘地消失 这些建龙的记录 对论证龙的存在非常重要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记载数量非常之多 最为关键的是这么庞大的数量 能够跨越时间、地域、人群的观察共景 表现出惊奇的一致性 比如观察记录中的从天而降、露出无力、 形似牛头、有苦虚、有龙虐的腥味 这些都是从古代到近代以来 许多资料共同反映的观察事实和细节 这绝不是某一个人能够通过做梦 或者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 第三类论据就是现代社会的照片和视频证据 上面给出的都是比较久远的证据 大家可能会觉得古说的事 听着就好 怎么能当真呢 好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一些比较近代的事 因为有了相机 很多事实就能够直接呈现在你的眼前 有时候让你不得不服 现在网路上有很多关于龙出没的照片、视频 其中难免云龙混杂 很多劣质的图片和视频 一看就知道是直接PS的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伪造出来 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多事件 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思考 虎哥在这里 只简单地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 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银口坠龙事件 这个事件非常有名了 大家估计都有所耳闻吧 很多人认为 这次事件可能是人们最接近真龙的一次 说在1934年的夏天 中国的辽宁省银口 发生了多人目击和围观龙的事件 这个事件中 作为主角的龙先后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目击事件在7月初 龙坠落在辽河入海口20公里处 当时甚至还是一条活龙 但有气无力地全浮在地上 人们又尾袭给它搭梁棚 挑水浇 寺庙僧女每天为它做法超度 数日暴雨之后 它神秘地消失了 目击者说 它与华山的龙模样一致 有四爪和鳞片 嘴上有两个长须 大眼睛突出 身长大约有十来米 这次目击活龙事件 有目击者证词 这可是第一手资料 比那些古籍记载的东西要靠谱得多吧 但遗憾的是 当时对那条活龙 没有留下任何的照片和影像资料 第二次目击事件就大不一样了 不仅仅有目击者的证词 而且还留下了新闻报道和龙骨照片 这是刊登于1934年8月14日 《圣经时报》的新闻 标题就是四个显眼的大字 焦泪合璧 盘片有一幅珍贵的配图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照片里是一具庞然大物的骨骸 周围占满了围观的人群 最让人诧异的是 这个怪物头上 竟然展出了一对分叉的鸡脚 如此庞大的体型 高高耸逆的巨大鸡脚 不由得让人想起 那个传说中的神物 龙 几十年后 这张照片在无意中重见天日 尼玛引起社会议论纷纷 2004年 央视的走进科学栏目 还专门针对此事件 做了一期节目 最后得出一个所谓的科学结论 这是一头虚惊的骨骸 头顶的脚是由于摆犯错误 把下颌骨插入眼窝而形成的 这个结论貌似合理 但其实漏洞百出 比如说 虚惊的击骨是58节 但是《圣经时报》报道的是28节 这个物种间的差异 无疑是巨大的 而且渤海地区是浅海 很难有鲸鱼出没 更大的问题是 这个央视得出的结论 直接无视那些在场人 亲眼所见的事实证据 因为《圣经时报》报道中 说得很清楚 龙在最晚前 曾经掀翻船只和敞房 还在芦苇丛中挣扎 有呜呜地流一样的沉闷叫唤声 而在挣扎的地方 甚至还有一个用爪 刨出的巨大土坑 这些生痛的在场细节 直接被央视的报道 给有意地无视了 既然是走进科学嘛 就应该全面地调查取证 尊重每一个事实 但在央视那里 好像更多的是一种傲慢吧 在此节目播出之后 就遭到单年目击者的强烈质疑 之后 央视针对此事件又做了一期节目 对此事件的真相 并没有概观定论 而是改成了一个 更为开放性的结局 但央视依然对当时的在场细节 无所理会 死去的那条龙 估计要气得从地里爬出来了吧 另一个事件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2007年的高游湖 龙溪水事件 龙溪水本身并没有多大神秘性 在全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 但在上海东方卫视的新闻报道中 龙溪水上空的云层里 可隐约看到 有一条黑色蛇转物的东西 从右至左边飞过 而且很多老百姓就在旁边 很多人都大喊 龙啊快干龙啊什么呢 这个物体在空中的姿态 类似于游走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根本不是风筝之类的东西 考虑到距离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物体 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个新闻 闹得动静太大 央视播出的时候 就直接把那个蛇转物 劈成了三只鸟 说实话 不对比不知道 这一对比 感觉这鸟劈得也太假了吧 这可是龙卷风啊 风速得有多大 三只鸟能够这样慢悠悠地 牵手穿过水龙卷吗 也不知当时央视是怎么想的 什么好东西不劈 就偏偏劈成了三只鸟 劈个乌龟不是更好吗 这真是此地乌银三百两啊 说实话 本来很多人不相信有龙 央视视频这么一折腾 估计很多人都露转粉 开始相信了吧 当然了 除了高游虎龙吸水事件以外 还有很多单带龙出没的视频和图片 在网路上也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比如2006年的内蒙古 渐进龙事件 2014年青海湖水龙卷事件 2016年夕阳夜空游龙事件等等 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我会考虑专门给大家 足以解说那些诡异的龙出没事件 所以绕了半天 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 龙真的存在吗 虎哥尝试给出了三个理由 似乎都将龙指向了一个 真实存在的古老生物 当然 仅凭这三条理由 肯定不足以证实龙的存在 只要关于龙的化石还没被找到 只要龙没有被直接目击 并留下无可辩驳的证据 龙的存在就很难从科学意义上来证实 但重要的是 要从科学上否定一个东西的存在 也同样困难 因为世界太大 我们人类只是其中的灿海一粟 人类认识的东西还很有限 还没见过的东西不等于不存在 是不是 所以人嘛 为什么就不能胸襟开阔地面对 所有看似不可能的事呢 这不是幼稚 也不是单纯 只是对待未知事物的一种敬畏之性 和谦卑之性 古人的信仰 今日看来是迷信 但今日的科学呢 在后来子孙看来 恐怕也不过是另一种迷信吧 所以虎哥相信世界上存在龙 但这种龙既不是明清以来被神化的神龙 也不是鳄鱼、大蛇或者雷电飓风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这种龙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 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平时看不见或者很少看见龙呢 而且一个关键性能问题 龙为什么会飞 这些问题 虎哥将在下一集为大家解密 看完下一集 你可能会对龙的印象大吃一惊 好吧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订阅我的频道吧 不然哪天你被龙捉了去 我可记不了你 开个玩笑 别单身哦 我以后会持续更新更多精彩内容 虎哥说启文 与众不同 咱们下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